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在正式上课之前 老师想先和同学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大家看 这匹小马他问了一个问题 Where is my home? 小马说 我的家在哪里? 哎 同学们你可不要误会了 小马呀 并不是想让你帮他去找他的家 而是想要考考你们呢 小马会给你们几张图片 聪明的同学们 请根据这些图片来找一找 猜一猜小马的家会在哪里 第一章 哦 在小马的家附近 有着一间KFC 原来小马也喜欢去这里呀 哦 有些同学就会说了 老师 我家附近好多的KFC 我所在的城市有许多的KFC 这我到哪里去找小马的家呢 不用着急 下一章 Look What's this? 这是什么呀? Wow There are trees and flowers 有许多的树木与花朵 Yes It's a park A park 一个公园 There is a park Near his home 在他家的附近有一个公园 同学们 赶快想一想 在你所在的城市 哪里有公园呢? 好 还有另外一个提示 看 What's this? 我们可以看到 Building 有建筑 也可以看到 Yes A playground 一个操场 Oh Yes This is a school 这是一个学校 好的 现在我们有三个线索了 最后 小马说 我还要给你最后一个线索 可以看看 Oh This is a school 这就是小马的家的样子 原来小马喜欢绿色的沙发呀 好的 同学们 也许现在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那么小马呀 接着又有一个疑问了 同学们 我已经向你介绍我家附近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了 那你呢? 那你呢? What else can you see in your city? Else 其他的 同学们 在你的城市又有哪些其他有趣的地方呢? 好 让老师来想一想 嗯 也许有同学喜欢这样一个地方 Look 非常可爱的机器人 Robert Robert Well Where can we see Robert? 哪里能看到许许多多的机器人呢? 是的 同学们会说 科技馆 科技馆 请跟我一起来读 Science Museum Science Museum 好 咱们一个个来看 Science 跟我来 S C I S E M N C E S Very goo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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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就是科技的意思 科技的意思 那么Museum呢? 有同学熟悉吗? 是的 科技馆 科技馆 那么Museum就负责这个馆字的意思 它是博物馆的意思 好的 跟我来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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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中音 Z Z Z Good M U Mu S E Z U M N Very good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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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um Museum Museum M이션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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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科幻 那么在科技馆里面 我们都能见到什么呢 哎 对的 能见到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东西 有趣的事物 好 同学们来看 跟我一起来 We can see Many wonderful things In science museum 同学们 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是的 我们能见到许多 Wonderful Wonderful 精彩的 有趣的 能见到许多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物 在哪里 在科技馆里 好的 请再跟老师读一遍 We can see Many wonderful things In science museum 好的 这是老师的第一个猜想 那么也许有些同学会说了 老师 我没有去过科技馆 或者 我的城市好像没有见过科技馆 那么 接下来这一个地方 我相信 你们一定都见过 看 请看这个标志 这是什么 What's this 啊 要同学看出来了 It's a letter 这是一封信 更为准确的是 这是一个信封 It's an envelope 那么 我们在哪里能够见到许许多多的信封呢 是的 同学们猜到了 在邮局 邮局 好的 请跟我来 Post office Post office Very good 好的 同学们 同学们也许对office 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是 办公室的意思 非常好 那么 Post 又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通过一张图片 来给你一个小小的图示 看 是不是经常见到他呀 是的 咱们中国最有名的邮局 那么 细心的同学们 有没有发现 中国邮政下面的英文字母呢 China 中国 Post Post Post的意思就是 对的 是邮政 非常好 那么连在一起 邮政 办公室 是的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邮局 Very good 好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来 Post office Post office Very good 好的 这里同学们就需要注意了 我们刚刚学的 Post office 以及之前所学的Science Museum 科技馆 都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词组 那么在书写的时候 请注意 单词之间要留下一定的空隙 好的 我们见识过了中国邮局的样子之后 老师啊 想向你们介绍一下国外的邮局 长什么样子呢 看 这是位于英国伦敦 一所为大家所喜爱的一个邮局 哇 建筑的风格真是不一样 这里就写着 Yes Post office Very good 好 我们在邮局通常做什么呢 对的 在邮局 我们寄信 同学们 请跟老师一起来 We send letters in post office We send letters in post office Very good 好的 咱们见识过了科技馆 见识过了邮局之后 又有哪样一个地方会让亲爱的同学感兴趣呢 请看 哇 爱阅读的孩子一定喜欢 Yes Books Books 我们在哪里能够见到许许多多的Books 诶 有同学一定马上能够说出Library 图书馆 我们能在图书馆 见到许许多多的书 还有吗 在今天所学的这样一个地方 同学们就能见到许多的书了 跟老师来 Bookstore Bookstore Very good Book 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store 后面这样一个 单词 store 又是什么意思呢 同样的 老师用一张图片 来给你一个小提示 看 同学们是不是经常去这样一个书店呀 Very good 新华书店 那么 仔细的同学们 看一看下面的英文标题 新华 新华 Bookstore Very good Bookstore 就是书店的意思 Book 書 书 就是 对 店 店铺 商店的意思 Very good 同学们 你们又学到了一个新单词哟 好 请再跟老师来读一读 Bookstore Bookstore Store 商店 Store Very good 好 老师呀 除了想让你们看一看咱们中国最有名的书店之外 同样的 大家一起来看看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有这样一个书店 哇 非常具有对异果的特色 也许亲爱的同学 你下一次旅游的时候 可以去当地的书店看一看咯 一定别具风味 好的 那么在书店我们经常 是的 We buy books We buy books In bookstore Bookstore Very good 在书店买书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学了哪样一些单词 同学们还记得吗 Science museum Post office And bookstore 那么接下来这样一个地方 也许是同学们最喜欢的一个了 看 这是什么 是的 这代表着电影 是 同学们一定马上就能猜到这个单词的意思是 电影院 Very good Quick answer 回答的非常快 好 跟我来 Cinema Cinema Very good C C-I-C M-E-N-I-N-I-N-A-M-M-M 好 众音在第一个音级 Cinema Cinema Very good 好 我们大家呀 常见到的电影院 就是这样子的 Big screen 大大的屏幕 然后我们还可以见到 对的 学习多大的电影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是的 Real 里约 大冒险 那么 我们在电影院 经常 看电影 请跟老师一起来 We watch movies In cinema We watch movies In cinema Very good 好的 同学们一定都电影院 还感到念念不忘 那么接下来 这样一个地方 也许有些同学 会觉得不喜欢呢 会觉得有一些 害怕 看 哦 一位非常可爱的 护士 A cute Pretty Nurse 那么这是什么地方啊 哎 同学们马上就猜到了 医院 医院 请跟我来 Hospital Hospital Good H-O-S Hos Hos Good P-I-P P T-A-L T T Hospital Hospital Very good 那么医院 去医院 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看 Oh Boys and the girls They are crying 他们在哭 为什么呢 这位护士手上拿着一个针筒 看来 他们应该是不舒服 所以要去医院 有红色十字的建筑 就是医院 医院 好 请再来跟老师读一读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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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去医院呢 We go to hospital When we aren't well 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 请跟老师一起来 We go to hospital When we aren't well Very good 一起来 We go to hospital When we aren't well Very good 好的 现在老师已经向你介绍了五个地方了 还记得是哪五个吗 好的 来看一看 Science Museum Good 科技馆 Very good 接下来呢 Post office Post office 邮局 Bookstore Bookstore 书店 Cinema Cinema 电影院 Very good 最后一个 是的 害怕医院的同学 一定记忆非常深刻 Hospital Hospital 医院 不用觉得害怕 身体不舒服 去医院 就好了 好 那么 现在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样一些地方了 那么 你们能够回答 老师 这样一个问题吗 Is there a In your city 在你的城市 有没有一个 比如说 A science Museum 同学们 同学们 你们可以采用下面两种答案 Yes There is No There isn't 好的 同学们 准备好了吗 Is there a Science Museum In your city OK OK Is there a Bookstore In your city Good Is there a Post Office In your city Is there a Cinema In your city Last one 最后一个 Is there a Hospital In your city Very good You did a Very good job 说得非常不错 记住的同学 在接在你 还有一些陌生的同学 可以再去复习一下 接下来 学习之后 将迎来今天 非常有趣的 Funk Time 玩乐环节 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 猜一猜的游戏 Please guess Where we could see These things Are people In our city 党师会给你 图片 请根据这样一个 图片 来猜一猜 在我的城市里面 哪里 能够见到 这样 一些事物 或者是 人呢 Are you ready? Yes OK First one Oh A mailbox There are so many letters 有这么多的信 哪里 Good Post office 在 邮局 Next one 下一个 Books Books Very good Bookstore Bookstore 我们在书店 我们在书店 可以见到这么多的书 好 Come on 加油 Yes A robert A robert 想到了 想到了吗 Good Science museum 能够在科技馆 见到 Rober Next one Next one Wow 非常熟悉的 电影 想起来了吗 Yes Cinema Cinema Good Good 最后一个 是什么呀 Oh Yes Doctors and Nurses 有医生和护士的地方是 Good Hospital Hospital 亲爱的同学们 你都答对了吗 好的 最后 我们来去看看 今天的作业 是什么呢 Review the new words and finish the practice in the next pages please 希望同学们能够 回顾一下 复习一下 今天所学的新单词 然后完成 接下来的练习题 第二个是 You may talk to your friends and ask him or her about what you can see in your city or around your home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习了 去讨论 在我们家附近 有哪样一些 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 老师希望 你们回家之后 能够 和自己的 朋友 一起讨论 接下来 在练习之前 同学们 请将 你的笔 与指 拿出来 好的 首先 我们来做三个 小小的 填空题 希望同学们 能用我们今天 所学的 五个单词 和词组 来进行填空 准备好了吗 第一个 小慧 Shall we go to I really wanted to watch the new film Real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 小灰 我们能不能去 某一个地方呀 我真的很想 看新电影 这是什么 对老师之前所提到的 Real 你越大冒险 跟电影 有关 你想到了吗 好 第二个 李明 likes Roberts very much he always goes to visit 李明 非常喜欢 机械人 他总是 会去参观 什么地方呢 你想到了吗 第三个 嗨 Lucy Do you like reading Yes I often go to buy books 音 Lucy 你好 你喜欢阅读吗 当然 我经常会去 某一个地方 买书 你写下 你的答案了吗 好 接下来 还有两个 小小的挑战 请同学们能够 将中文 翻译成英文 老师会给你 一些小提示 第一题 我昨天 去了邮局 两个小地方 需要注意 昨天 邮局 写出来了吗 请看下一个 医院里的医生们 都很友好 友好 这一个词 同学们一定都接触过了 只是需要注意的 是这样两个小地方 医院 会写吗 医生们 不止一个医生 有许多的医生 好的 都做好了吗 接下来 请看评 第一个 填空体 Cinema 电影院 第二个 Science Museum 第三个 Bookstore 书店 你都写 你都写对了吗 接下来 翻译题 I went to post office yesterday Went go的过去是 Post office 邮局 第二个 Doctors in hospital are very kind 在医院的医生们 加S are very kind 你写对了吗 好的 今天的课 就到这里了 刚才 做对了的同学 希望你下一次 能够表现得更好 没有做对的同学 能够马上的去复习一下 今天所学的单词 再见